大家好,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妹妹在酒店垃圾桶偷到了偶像用过的东西 想要母瓶子贵,嫁给大明星 我认为太过荒谬,劝她,你疯了吗? 这是盗窃行为,不怕她找你追究责任 妹妹不听,认为我嫉妒她有为大明星生孩子的机会 就连父母也和妹妹沆线一气,叫我别多管闲事 无奈之下,我将此事告知当事人陆寅琛 让她自行处理,她私下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阻止了妹妹,不久后,陆寅琛奉子成婚 娶了素人女友,妹妹因此怨恨我 要不是你,我早就成为陆太太了 她叫爸妈把我骗到大山,将我推下悬崖 再睁眼,回到事发前 这次,我决定不再多管闲事 李宇,你这个讨债鬼,赶紧给你妹妹借钱 爸爸的谩骂传来,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 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自己这是重生了 回到了爸妈逼我借钱给妹妹做试管的那天 前世,妹妹用尽手段买到了自家哥哥的行程 然后假扮宝洁,偷偷潜入五星级酒店 成功偷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宝贝 她想要母嫔子贵,嫁给自己疯狂迷恋的偶像 但妹妹莫钱是管,她找我借钱 我劝她停止这种荒谬又脑残的行为 结果她转头告诉爸妈,让爸妈逼我把钱借给她 钱是,爸妈来找我借钱给妹妹的时候 我说自己莫钱,就算有钱也不会帮助妹妹做这种离谱的事情 爸爸二话不说,甩了我一巴掌 大骂,你个白眼狼,给你妹妹借点钱怎么了 我震惊爸爸竟然打我,但他们毕竟是我的家人 还是捂着脸耐着性子,试图和他们讲道理 爸,妈,妹妹不懂事,就算了 你们怎么还助纣为虐,帮助妹妹做这种事呢 我妈冷哼一声,你妹妹要是怀上那啥大明星录音称的孩子 就能嫁入豪门,到时候我们家就能跨越阶级了 你作为姐姐的也能跟着沾光 你怎么这魔不识好歹呢 赶紧把钱借给你妹妹 后来,我见识再劝不动他们 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当事人陆寅称 妹妹的行为终于被制止 可他们却因此怨恨上我 借着旅游把我骗进大山 在偏僻无人的地方将我推下悬崖 现在回想到死前的一幕幕 我还心有余悸 这次我当然不会多管闲事 劝他们停止这种脑残的行为 我妈见我发愣良久 开始上前指责我 仿佛我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 李宇,我怎么生了你这磨个白眼狼 借点钱给自己的妹妹都不乐意 我退后一步 隔开与父母的距离 不再给我爸妈有伤我巴掌的机会 深呼吸一口 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我冷冷到 我刚大学毕业 哪有什么钱 我妈双手抱胸 你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 连四十万都没有吗 还是说你就是不想借给你妹妹 我下意识回嘴 你们两个活了四五十年了 不照样拿不出四十万吗 也许是被我说到痛处 我爸妈脸色瞬间变成了调色盘 红一阵白一阵的 特别是我爸 他觉得自己身为大家常的威严 受到挑衅 想要扬起手打我 可我早有准备 身子一闪 让他扑空 见我竟然敢躲 我爸愣住了 空气寂静了几秒 他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反而冷哼一声 李宇 你真是翅膀硬了 老子的话都不听了 这时 我妈似乎想到什么 眼睛一亮 对了 李宇 你可以去贷款啊 你不是墨钱 借给你妹妹吗 贷款就行了呀 实在不够 去借高利贷也行 我快被这对 把新片到太平洋的父母给气笑了 他们为了成全妹妹 竟然不惜让我去借高利贷 从小到大 我爸妈永远都把最好的给妹妹 妹妹生日 他们舍得花一两个月的工资 带她去迪士尼 而我的生日 连碗热壶饭都吃不上 更别说蛋糕和礼物了 开家常会 我是年纪第一 可他们都以 妹妹也在同一天开家常会未有 永远不愿出席我的家常会 明明他们可以一人带一个 既参加妹妹的 也出席我的 家里吃鱼 他们让妹妹吃最好最嫩的地方 我只配在一旁喝白菜汤 妹妹被鱼刺卡住 我妈破天荒 给我家里一块鱼肉 直到我被鱼刺卡的脸色难看时 才知道妈妈的用意 她和妹妹在一旁幸灾乐祸 你是姐姐 妹妹被卡着了 你也必须被鱼刺卡 这样才公平 我妹妹曾经在超市里偷东西 被老板抓得正着 我妈让我去顶罪 幸亏监控 喊了我清白 可我妈还是对所有人说 是我这个姐姐叫缩的 让我从小就被贴上了一个坏姐姐的标签 走到哪 熟悉的街坊邻居都对我指指点点 就连上一诗 我好心劝阻妹妹不要误入歧途 去做这种傻事 爸妈也将妹妹没有嫁入豪门 怪在我身上 把我当作仇人 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 我越想越心寒 脸色也愈发难看起来 我不可能去为妹妹借高利贷 要去你们自己去 见我这态度 我爸暴跳如雷 你这死丫头 没有一点良心 亲妹妹都不借 说着她薅起袖子 就要来打我 哐当一声 我爸脚边碎了一地玻璃 一个碗被我砸在地上 我的声音很冰冷 你敢动手一个试试 我可不敢保证下一个碗是砸在地上 还是你头上 我爸莫想到 一向对他们乖巧孝顺的 我会放出这样的狠话 一时间脸都绿了 可惜前世那个对他们掏心掏肺的鲤鱼 早就被他们亲手杀死了 你 你 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他的手指着我鼻子 最后只能说出这一句 我扫了眼爸妈 冷冷道 我一分钱也不会借给妹妹 你们走吧 我妈不知道是不是被我砸碗的阵士给唬住了 竟然还真的往屋外走 可是 不过一会 楼道就传来淒厉的哭喊 哎呦喂 我怎么生出这样的女儿 女儿不笑啊 竟然想要拿碗砸她爸 我心中警铃大作 跑出门看到的就是我妈躺在地上 又哭又闹 撒泼打滚 而她周围 已然围满了邻居 我爸也跟了上来 开始配合我妈 我家鲤鱼怎么会变成这样 她妹妹需要动手术 我们过来向她借点医疗费 她不借就算了 还要把我们老两口给赶出门 话音刚落 我感受到周围邻居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短短几句话 爸妈就将我塑造成一个对妹妹见死不救 对父母冷血无情的白眼狼 我在心里讽刺 为了逼我给妹妹借钱 他们不惜毁了我的名声 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我暗暗掐了把自己的大腿 眼里开始冒着泪花 无措又可怜 爸 妈 就算你们再偏心妹妹 也不能逼我去借高利贷给妹妹追星啊 卖惨谁不会 他们想用舆论逼我就犯 我也可以用魔法打败魔法 得知真相 和我一向要好的邻居 刘嫂立马上前帮我说话 你们做父母的怎么这样 逼着姐姐借高利贷去给妹妹追星 周围人也开始指指点点 这对夫妻两针是把芯片到太平洋了 这大女儿真的是他们亲生的吗 这对父母怎么这魔不要脸 听到舆论反转 我妈急了 你们别听她胡说 她妹妹真的生病了 要动手术 我爸也着急解释 我大女儿才是撒谎精 我怎么可能逼着她去借高利贷 我们只是让她去找银行贷款 所以你是想让我贷款去给妹妹追星吗 我抓住我爸话语中的漏洞 你胡说我们不是让你贷款给她追星 而是给她 我爸止住了话头 她知道通明星的东西拿去干那种事见不得光 我嘴角微不可查地勾起一个嘲讽的弧度 不是给她追星 那是干什么 我妈怕我真的把他们要做的事说出去 恶狠狠地瞪着我 一个死丫头 再敢说一句话试试 我就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我丝毫不处 刚想说求之不得时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我妈看见是我妹妹的电话 赶忙接通 她还来不及说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我妹撞入癫狂的声音 妈 我怀孕了 我真的怀上了录音春的孩子 我眼睛睁大 差点墨精掉下巴 前世可没有这磨一出 难道妹妹也重生了 而且比我重生得更早 我爸妈得知这个喜讯 也顾不得和我掰扯了 转身就往家赶 看着他们喜气洋洋的背影 我也笑了 这次没有我的劝阻 不知道妹妹能不能母凭子柜 加入豪门呢 接下来这些天 我忙于搬家 因为我怕妹妹生下孩子后 算盘落空 没有加入豪门 到时候 他们一定会再次来找我借钱 甚至是直接把孩子扔给我 这种事 他们做得出来 但我可不想当冤大头 一直被他们盗得绑架 期间 妹妹挺着大肚子来找过我一次 她扶着腰枝 抚摸小腹 毫不得已 姐姐 我知道你嫉妒我怀了陆寅琛的孩子 即将嫁给大明星 说着 她目光突然很立起来 像是一条吐住信子的毒蛇 你要是敢在我没有生下孩子前 告诉陆寅琛 我一定让你死得比前世更惨 她果真也重生了 我回了妹妹一个淡淡的微笑 妹妹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像前世那抹傻 把这事告诉陆寅琛 我已经为前世的多管闲事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自然不会傻到再去多管闲事 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既然妹妹这抹想为偶像生孩子 那我自然要成全她咯 搬家之后 我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 自己的手机时不时会 收到一些垃圾短信 起初 我不以为意 只是默默把那些号码拉黑 某天 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李宇 你欠我们公司的贷款已经逾期 再不还债 我们就把你的裸照发出去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社会歌 狠狠的声音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是探问 什么贷款 是要他妈在这个老子装算 你忘了上个月在我们平台网贷 我们可是有你的裸照在手里 你再不还钱 社会歌话还没说完 我赶紧把电话掐灭 然后关机 我没想到自己的父母会那么无耻 原来他们逼我借钱那天 竟然一早就想好了对策 如果我不同意贷款给妹妹 他们就托我身份证去网贷 我突然想起我妈那天在走廊里大喊大叫 吸引邻居来说我不笑 也许 就是在那时 我爸就已经偷偷把我身份证偷走了 至于我的那张照片 我突然想起我重生的前一天 我妈约我去澡堂搓澡 那时我把她当成我最敬爱的妈妈 压根就不会想到她会趁此偷拍我 我攥紧手心 心里酸涩异常 怎么也想不通我的父母为何会如此偏心 两辈子都为了妹妹不惜把我毁了 砰砰砰 屋外突然传来敲门声 李宇 开门 我们知道你就在里面 我紧蹦神经 难道是那群催债的人找上门了 透过猫眼 我看到了几个彪形大汉 站在我新租的房子门口 我没有学过防身术 根本打不过好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 只能一声不吭 装作屋里默认 但屋外的人像是一早就知道 我一定在屋里似的 现没人阴声 直接从拍门变成了撞门 我捏手捏脚地把沙发搬到门后 然后赶紧跑到厕所反锁 拿着手机立马报警 喂 是派出所吗 有人要私闯民宅 向远景交代清楚 我的资讯还有所在的地址后 我又拨通我妹的电话 李雪 是你叫爸妈偷我身份证 甚至偷拍我裸照去网贷的 我妹在那头 一点都没有被抓包的心虚 反而小人得志 没错 姐姐 是我叫爸妈拿你身份证去网贷的 这是你欠我的 要不是你上一世阻止我 我早就是大明星录音称的老婆了 你欠我的 自然要还回来 我被妹妹这理所当然 态度给气到蹊跷生烟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赶紧把钱还给他们 否则 我还没说完 就发现妹妹已经挂断电话 再打过去 却是无人接听 看来她把我拉黑了 随着哐当一声 家里的大门已经被撞开 接着 我听见一阵 稀稀索索的响动 还有砸东西的声音 那群人在我家翻箱倒柜 李宇 你不出来还钱 我把你家砸了 还有 你要是想自己的那些照片 被所有人看光的话 就一直躲着别出来吧 我捂着嘴 蹲在狭小的卫生间 生怕被他们发现 那群闻着大花壁的社会哥 很快就来到卫生间门口 他们抄起一把椅子 就要往浴室门上砸去 我护住头 闭眼等待接下来的暴风雨 站住 不许动 我松了一口气 远景来了 你是说你家人拿你裸招去网贷 警局里 我刚一开口 陈述事情原委 所有远景都张大嘴巴 一脸不可置信 这种事情太过离谱 他们似乎不相信 会有父母这样对自己的孩子 我却心如止水 如同一个旁观者 继续冷静地叙述着 父母盗用我的名义 去网贷的整个过程 到最后 我问 我父母还有那些网贷公司的人 会受到惩罚吗 民警告诉我 那些人被带进来后 立马换了负面孔 面对严肃的审讯 他们从刚才气势汹汹的催战人 一下子就变成了 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同志啊 欠债还钱 天经的义 我们只是要钱的守法 没有那么恰当而已 但是正义的民警 在我交代事情原委 在结合他们亲眼所见的现场之后 任由那些人再怎么狡辩 还是被拘留起来了 至于你父母 民警相互对视了一眼 接着说 如果你真想让他们受到惩罚 在有足够证据的前提下 可以对他们提起诉讼 我不由地捏紧手心 我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自然不可能提前保留证据 从警局出来 我忍不住打电话质问 那对不做人事的父母 你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吗 从小到大 我一直知道你们更喜欢妹妹 我努力使自己变得优秀 每次都是年级第一 考上名牌大学 年年都拿奖学金 在你们眼里 依旧不如不学无数的妹妹 为什么要偷我的身份证 做这种事 电话那头 面对我一系列质问 我爸妈毫无愧疚之心 反而用禁机讽刻薄的言语 你现在才发现你不是亲生的 真是太蠢了 我爸冷漠地告诉我实情 你只不过是我们 一直陌生出孩子食物耐领养的 我们有了理学之后 本来想把你送回去 你妈说可以用你换彩礼 以后就算结婚了 也能帮衬你妹妹 给她买车买房 所以我们才留下你 我妈也恶毒地嘲笑道 知道为什摩 我们现在告诉你真相吗 你妹妹已经怀上大明星的孩子 即将嫁入豪门 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我很是愤怒 所以真的是你们 托我身份证去裸带 我妈得意洋洋 没错 是又怎样 得到他们亲口地承认 我立马挂断电话 闭眼深呼吸了一口 果真如我猜测的那样 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所以前世今生 对我都如此绝情 既然你们从没有把我当过女儿 那以后我再也不会顾忌所谓的养育之恩 我看着刚才的电话 录音唇角勾起了一个嘲讽的弧度 没过几天 我发现自己各个社交平台上 出现一些诡异的言论 你就是照片上的女人 泽泽 身材不错呀 你从事那种职业 你父母知道吗 美女这么缺钱吗 要不要过来陪陪哥 很多陌生电话号码 又开始铺天盖地向我打来 我尝试接通一个 那边立马传来调侃 美女 多少钱啊 听声音是个猥琐大叔 我在他还要继续说乌言会语时打断他 你是从哪里得到我电话号码的 他轻飘飘说出了一个网站的名字 我大概猜测到了最坏的结果发生了 我的裸照被人传到了不法网站 不知道是网贷公司那边流出来的 还是说我那个好妹妹李雪放上去的 不管怎样 都和我那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脱不开关系 我最后一丝心软消失殆尽 决心开始反击 只是非法采取的 录音并不能作为呈堂证据 我还不能通过起诉的方法反击他们 我跑去咨询律师之后 得到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他让我先想办法收集足够证据再说 但网路上对我的言语攻击 甚至是荡妇羞辱病没有消停 反而有愈演愈烈之事 我只能先无奈地关闭自己 所有社交账号的评论区 并更换手机号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 一个人出乎意料的人联系了我 是录音称 这一世 我们明明没有任何交集 完全就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我实在想不通他 为什摩要对我伸出援手 所以我开门见山地问出了口 你为什摩要帮我 咖啡厅里 顶流录音称戴着墨镜和口罩 将自己全副武装 他轻壳一声 声音清冷 你帮过我一次 我不想欠别人 话音刚落 我脑海中闪过一个 有些匪夷所思的念头 录音称也重生了 录音称看出了我眼底的诧异 点点头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不得不说 大明星的人脉和势力 不是我这个普通人可比的 他张张嘴 就为了请来了 业内顶尖的律师 协助我收集证据 我们没日没夜 在各个平台 搜集造谣我的那些人 发布的评论 然后截图保留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费时费力 一系列行动下来 几个月已经过去了 结果毫无悬念 我胜诉了 那些在我社交软体上 污蔑造谣我的网友 全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走出法院那天 我神清气爽 立马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发布庭审结果 并鼓励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我希望我能起到 到一个良好的开头 通过这件事让更多 和我有着相同经历的受害者 勇敢站出来 对造谣者重拳出击 底下的评论 也由前几个月的乌烟瘴气 倒一片暖心 恭喜恭喜 姐姐胜诉了 终于有人能制止那些键盘侠了 小姐姐 不要受那些渣子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不是你的错 同一家咖啡厅 我再次找到陆寅琛 真诚道 陆先生 首先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接着 我用指尖点了点餐桌 话头一转 敌人的敌人 就是共同的朋友 鼻血算计你 不择手段 怀上你的孩子 你就打算这魔放过他 陆寅琛笑了笑 自作孽 不可活 你什么也不需要做 好好等着他们的报应就行 从他眼底 我看到了 稳操胜券的自信 他刚准备起身离开 手机铃声响了 喂 少爷 那个女人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 人就在市医院妇产科 陆寅琛接电话并没有避开我 所以我听得很清楚 不用多说 我也知道所谓的那个女人是谁 陆寅琛扬了扬手机 朝我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 李小姐 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热闹 和陆寅琛一起赶到医院 我听见了一阵打杂声 混杂着婴儿的啼哭声 滚开啊 我叫你们都滚开 我怎么会生下这样的孩子 这个孩子绝对不是我的 李雪的声音嘶哑却尖厉 但我却异常开心 因为站在病房门口 隔着远远的距离 我也看到了李雪身旁那块黑炭 李雪竟然生下了一个黑人小孩 我又一次被这搞笑的场景惊掉了下巴 还忍不住笑出了声 李雪终于发现了 站在门外的我和陆寅琛 她一眨眼就从病床上跳下来 丝毫不顾忌自己昨晚才刚生产丸 李雨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算计我 让我生出这个恶心的东西 李雪神色癫狂 像是刚从精神病逃出来的疯婆子般质问我 她想来掐我脖子 却被陆寅琛带来的两个身强力壮的保镖给制服住 一旁的陆寅琛像是在看下水道的垃圾一般 恶心地看着李雪 不是她 是我 你这种脑残的人都能重生 我自然也能重生 上一世 我和青梅竹马的女友结婚 你却因为嫉妒给她 在我们婚礼现场 给她泼硫酸 害她一失两命 重生回来 我当然不会让你好过 我故意和一个黑人换了房卡 我给过你机会的 只要你不去偷垃圾桶里的东西 自然不会生下黑人小孩 谁料老天给你一次重生的机会 你还是死性不改 李雪听到自己疯狂迷恋的偶像 亲口承认报复自己 她却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用迷恋的眼神 死死看着陆寅琛 阿琛 我那是因为太爱你了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李雪生思历节 我天天为你熬夜做数据 你出的每一张 专辑演的每一部剧 开的每一次演唱会 我都去支持 甚至可以为了 看你演唱会去裹袋 我这么爱你 想要和你结婚生子 我有错吗 陆寅琛无奈地摇摇头 你真是无药可救 七个月后 陆寅琛公布了 自己要退圈继承家业的消息 全网一片沸腾 早就听说过 哥哥是顶级豪门路家的小少爷 莫想到是真的 哥哥 原来你干不好 就得回家继承家业 真是太惨了 留下羡慕的泪水 呜呜呜 老公 别丢下我们啊 老公 我不允许你退圈 老婆粉依依不舍地和陆寅琛告别 我惬意地在家刷着网友的一条条评论 门铃响了 同城跑腿 把一个信封递到我手上 打开一看 赫然是陆寅琛的结婚请柬 我没想到他还会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 第一反应就是 顶级豪门的少爷还缺我这份子钱 婚礼当天 格外热闹 来得全是金圈有头有脸的人物 沾陆寅琛的光 我也算常见识了 婚礼进行得很顺利 来到新郎新娘宣誓的环节 嘶一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 最后终于问 新娘 你愿意嫁给新郎陆寅琛吗 我愿意 新娘还没回答 场外传来熟悉的声音 又是我那妹妹 她竟然还没死心 做着嫁给陆寅琛的春秋大梦 只可惜经历前世的教训 陆寅琛早有防备 她特地花重金请了顶尖的 退役特重兵做保镖 将新娘保护得密不透风 李雪也被保安拦在门外 她大叫着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我要和陆寅琛结婚 陆寅琛上前几步 对李雪依旧厌恶无比 我早就料到你会来了 所以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她拍拍手 很快就有一个黑人走了出来 你孩子的亲生父亲 你不想见见吗 在一旁吃喜的我 差点没笑喷 哈哈 陆寅琛 山上的笋都快被你拔完了 夺笋啊 笋到家了 那黑人是留学生 他拉住李雪 用白道反光的牙齿 说着别搅的中文 雪 雪 他们说你为我生了一个儿子 和我结婚吧 我带你回我老家飞香州 你放开我 你滚开啊 我不认识你 李雪想要反抗 他拼命正扎着 可惜黑人人高马大 力气强大 很快就把李雪拉走 哈哈哈哈 这个画面太富有喜感 以至于我笑的人养马翻 李雪被拉走后 婚礼照常进行 只是 进行到最后时 陆琪琛的母亲 眼里含着泪花 拉住我孩子 能让我看看你的左肩吗 我不明所以 陆夫人 怎么了 陆夫人哽咽着解释 阿琛本来有一个姐姐的 在很小的时候走丢了 她左肩上有一个红色的胎记 你刚才大笑的时候 我好像 好像看到了 那个胎记了 我揭开自己的衣领 把左肩展示在陆夫人面前 你说的是这个吗 陆夫人一把抱住我 激动地喊道 阿琛 你姐姐找到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